最新的连线焦点同不断来聚焦 北韩中央通讯社报导说 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表示 北韩攻击的飞弹已经处于发射状态 而且弹头已经设定好坐标 日本方面呢也再度紧张高度戒备 我们立刻连线东京特派温振杰告诉大家 振杰请说 好的北韩扬言要发动战争或射飞弹这个时间 已经超过了一个星期 但现在呢还没有按下按钮射出飞弹 让全世界呢都在想 到底金正恩在玩什么把戏 大家都在猜呢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日本最大爆独卖新闻 就已经用头版的方式来报道 这个昨天才结束的GA的峰会啊 已经看不下去了 他们用史上最严厉的语言 要来谴责金正恩要来谴责北韩 叫他停止进行核试射 也不要再发射飞弹来挑衅国家 是全世界这个这样这么紧张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日本的产经新闻 日本的产经新闻呢 是仔细的报道了昨天呢 这个北韩官方的媒体 他们所报道 他们的五血端飞弹啊 已经扬起了角度 并且设定好了坐标 就要射出这个飞弹 让大家是一阵紧张 也因此呢 这个产经新闻是以 以和为贵的角度来报道 他希望呢 南韩呢能够跟北韩进行对话 这个战争啊 这个飞弹呢 不要发射 不要影响国际社会是最好 不过呢 日本人是非常的谨慎 因为一听到呢 这个飞弹已经架设好 设定了目标 于是呢 大家都在想 到底这个飞弹会怎么飞 于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日新闻 美日新闻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表格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设想了三种情况 如果北韩的飞弹呢 射歪了 跑到美国跟日本的领土以外 那当然不需要去太多在意 而他们设定的情况是 如果这个飞弹呢 射到了美国的领土 当然这个包含呢 是在日本的美军基地的话 第一防线呢 就是海面上的美军 美军呢 就会出动神盾舰上面的拦截飞弹 立刻拦截北韩的飞弹 如果呢 这个飞弹的方向是往日本的领土的话 这个责任呢 就会归到日本的自卫队身上 日本自卫队同样是在海面上 布置了神盾舰可以拦截 如果神盾舰无法拦截的话 地面上的爱国者飞弹呢 也能够在第一时间立刻迎击 而昨天其实又有一个数据统计呢 如果这个北韩的飞弹呢 影响到了韩国 韩国的爱国者飞弹呢 因为的这个系统比较老旧 不一定能够及时拦截 不过呢 日本的媒体有精算过 日本的爱国者飞弹呢 成功拦截率呢 是高达了九成 也因此呢 日本虽然仔细 但是对于自己的防卫呢 还是很有信心 以上是我们在东京掌握的消息 先把时间还给台北 复杰